嗨,我是紅燒 這一部影片是要拍攝給想要來上水溢基礎課程的同學 你看完這部影片之後會比較知道說水溢基礎課程在上什麼 這個課程會著重在於建立水溢基礎的操縱概念 未來你如果去從事其他的水溢相關活動 例如衝浪水溢或者是風液水溢 甚至其他結合水溢的板類活動 這個基礎概念將會幫你省下許多的練習時間 那我們會如何進行呢? 一開始我們會在案上講解水溢的特性 讓你了解水溢器材 接著我們會模擬待會要下去做的練習 學員必須清楚的知道我們待會在水下要做什麼事情 等一切都清楚之後 我們會要求大家穿上救生衣還有膠鞋還有安全帽 這是為了你的安全 因為在練習的過程中你是有可能會摔在板子上的 在下水練習的部分我們會利用到動力的橡皮艇 因為要讓水溢起飛必須要有速度 那動力橡皮艇剛好可以提供這種穩定的速度來源 學生可以很專注的學習怎麼操控水溢 接下來就是實際下水練習的項目 我會搭配著影片並且說明說我們在這練習中要做什麼事情 這是第一項練習 我們會用很慢的傳速進行 讓學員習慣站在水溢板上的感覺 同時我們會提供頭戴式的對講機 可以即時的雙向通話調整動作 接下來的動作練習是重心的前後轉換 一樣是在很慢的傳速進行 關鍵是要能做出讓板頭上翹和下降的動作 這是讓水溢上升和下降的關鍵動作 再來是水平的轉向控制 要能讓板子往左和往右的轉向 接下來要進入起飛的練習 這個階段要練習的是水溢上升和下降的控制 我們會增加一點點的傳速 但大概只需要時速8-10公里就夠了 因為我們使用的水溢器材是針對初學者所設計 可以在非常安全的速度下就能起飛 在練習水溢上升的過程 經常會遇到水溢衝出水面然後突然下墜的狀況 我們會教大家如何應對這個狀況 再來要學的是在飛行的狀況下 能夠水平的左轉和右轉 而且在轉向的過程中會經過船尾浪 這會讓隨意產生晃動 會有種不穩定的感覺 這個也是要練習的一部分 這個練習是讓船拖著迴轉 在轉的過程裡會有非常大的離心力 主要就是要練習克服這股往外甩的力量 再來要練習的是傾斜式的轉向 這會是基礎控制中最難的一項 因為這個動作會需要比較快的傳速 而且身體的動作幅度是最大的 我們會在確定你可以穩定的飛行 和水平轉向後才會進行這個練習 以上就是隨意基礎課程要練習的內容 練習的項目非常的多 你可能會需要兩到三堂課的時間 才能夠學會這一切 但就如我一開始所說的 如果你先學會這個基礎的隨意控制技巧 然後再去學習其他搭配隨意的版類活動 你會進步的非常快 因為這就是隨意的基礎控制 好那關於如何報名我會放在說明欄裡面 那希望很快能夠跟你見面 這影片就到這邊 拜拜